哈喽 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群晖第三方插件 第三方社区无法添加的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群晖的话他升级到那个7之后 他好像出现一个这个问题 我自己好像也出现这个问题 这边登录一下我的 这边臭物啊 登录一下啊 啊 登录一下啊 啊 登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套件里面 现在看到我们第三方的这个社区都没有的 我原先是有的 那现在好像出现问题了 啊 这加的有点慢 好 这边我们就直接来说怎么如何解决吧 这边也添加不进去了对吧 那我们直接来说如何解决吧 这边也加载不出来啊 把这个先说下来 我们直接首先的话第一步是空间 控制面板 然后做两个东西 首先我们把确定我们的时间是同步的 我们可以手动同步一下 啊 这个这个虚拟机有点慢好同步完成 然后再把这个终端这个打开啊 我们的这个 ss ss h 功能打开 好 我们这边需要用到一个终端命令 好 我们去联系一下他 好 那我自己这种跟他改的端口 大家如果更改的话是要是用这个杠批 如果没有更改的话就只默认是22就不用管他了 好 yes 证书安装证书 好 这边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这个东西啊 我们的连接到了我们的这个 那是其实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打开我们进入我们的啊管理员模式就是熟度感爱 然后收入我们的密码 好 然后就是获取最高权限了 然后运行的命令的话 哎 这边我好像也不好 大家到时候不复制啊 可以从这边获取 啊 这个回复这个群回 第三方语言无效 或者在这里回复都行 啊 发动一下 我们 获取一下啊 啊 房密码是小强克拉 我们下载一下 好 下载打开 啊 在这个里面啊 我已经 好 就这个命令 我们啊 这有两条命令 首先是如果是你要备份的话就运运运行这条 好 你不要备份的话就运行这条上面的啊 其实这个代码也很简单啊上面就是备份 那我们运行一下可以 好 那我们直接复制copy运行一下 好 他这个就114k就完成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我们就是什么连连连连失败检测 啊 就是不对对吧 好 那我们可以现在重新开一下 试一下啊 啊 路 好 就是我们可以重启一下群群回的 我们现在添加一个圆试一下啊 啊 大家看一下现在就有了 看到没 啊 这个现在就有了就不用啊 我刚刚还说添加一些新的圆 啊 就不用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啊 这边现在这个套件就圆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现在刚刚那个圆没有 或者是直接添加不进去 这是我原来是已经添加了 但是他由于这个证书过过期 然后这边加载不进来啊 所以这个问题 然后现在的话 啊 都解决了通过这个命令 好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命令啊 就是在这块 啊 很简单啊 那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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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